目前的是迷你世界中的草块 它的下方是土是棕色 上方是草是绿色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草块的上方它一定是绿色 错 其实迷你世界中的草块 它们的上方还有红色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草块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迷你世界中的草块 它们非常的特殊 它们可以使用铲子将它们破坏掉 并且破坏以后的草块 它会掉落土块 并且我们还可以使用铲子来开坑土 开坑以后的土 它的上方有一个大洞 非常的离谱 并且我和学姐还发现 新版本升级以后 草块上方的绿色居然消失了 成了光秃秃的一片 非常的离谱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牛顿的表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草块的上方不一定永远是绿色 它还有一种颜色 就是红色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里的草块上方全部都是红色 并且这里是红山木林 并且我们发现 红山木林中的草块 和草地上的草块是一样的 只要破坏它们 雕的一定都是土块 所以这就可以证明 其实草块上方的草 它不一定是绿的 有时候还是红色的 你们知道了吗